阿弥陀佛 全球云端共修的华言菩萨们大家好 我是心里法师 今天来跟大众分享佛汉的故事 阿尼罗尊者 阿尼罗尊者 即使阿罗菩萨 又一座阿那里 阿尼罗陀 阿那里 阿罗陀 阿那罗陀 一座无灭如无 无灭如意 无葬无贪 水顺一人 不争有无 阿里罗尊者 是古印度 加比罗为国的人 是佛陀的堂弟 在佛陀成道后 回到故乡 加比罗城 说法教化时 当时很多王族的人 都跟着佛陀来一起出家修道 阿那里尊者 和法提 阿南提波达多等 西魏王子 也一起随着佛陀来出家 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阿那罗陀有无凭 无灭如意三种意识 在《妙法莲花经》文句记的音源视频里面 记载着《阿那罗陀遗云阿那里》 西魏基士正毕之佛拜饭 或九十一节果报充足 拜是指不好吃的粮食 在佛陀佛陀佛的末法时期 遇到了一个大饥荒 有一位披之佛 在脱波行起 但他沿途都脱了空波 当时呢 有一位贫穷人 看到了这种现象 他非常的难过 于是就对这位披之佛来说了 您可以接受我这不好吃的食物吗 披之佛表示 愿意他接受他的供养 于是呢 这位穷人就把自己准备要吃的食物 供进的来供养了披之佛 当时披之佛接受了这个供养 吃过了之后 也呈现了他的神通 当时的这位穷人呢 就是安老罗头的前世 当时他就得到了好的果报 他在野地中 在耿作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兔子 跳了过来 在他的背上 滑不下来 当下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要把这兔子拿下来 他当时看了一下 这怎么是一个变成一座 一个死人呢 一座史诗呢 他当时也慌了 他只有等到天黑的时候 赶快偷偷的回到家 再认真一看啊 这句史诗居然变成了一个黄金座的人 他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富有 这个消息呢 很快就传了出去 很多的恶王贼人 就凭着诠释要来抢夺 这个黄金座的人 这个金人他很有意思 当这些恶贼 想要来抢的时候 他又变回了一句史诗 当他们走了之后 他又变回了一个黄金 阿纳罗多 供养了一位披之佛 就得到了好的果报 果报充足了 即使无贫 无贫 总是富贵的 他为什么会一直富贵 总也不穷呢 这样子的果报 不会灭尽 即使无灭 放下 他很开心 把了他的手指头下来 他又长出了一只 把了另一只 又长了另外一根 用之不尽 这可是个意外的因果 可以不断的再生 即所求如意 这也是他名字的三种意思 相传阿纳罗多 他在出家的时候 每次在佛陀在说法时 就打了瞌睡 当时呢 佛陀就 罵他 喝赐他 多多何为睡 罗斯半可泪 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不闻佛名字呢 你就永远不能够解脱 阿纳罗多尊者 经得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惭愧 于是 发奋土强 勇勇精进的 来修道 他就想 既然 我这么容易打瞌睡 那我就干脆 不要睡好了 于是呢 七天七夜 连续都没有合上眼 非常的用功 就这样子 眼睛 串目来 失明了 当他失去了 他的肉眼之后 对他的生活 造成了非常大的 一个困扰 当时佛陀 非常的心疼 跟诸位比丘们呢 也常常为他来 裁缝 做善衣 火头也教他 来信念 原修天眼 他非常的认真 来修炼着 另外 斗舞障碍 低水火风 也非常的 显现出 他的清净设法 不管 是在明亮的白天 或者是黑暗的夜晚 远远的 就能够很清楚的 看到 非常明亮的景色 他的天眼通 修炼出来之后 还能够看到了 三千大千世界 阿拉利尊者 因此 就被天眼 封为了 天眼第一 这个名号 尊者 他最令人 所敬仰的 是他那 未把放弃的决心 以及 他 惭愧 忏悔的坚持 由于他 过去生呢 曾经供养过 辟治佛 所以在 生生世世 也都感得了 大富大贵的福报 以使作行 一切都不予匮乏 把他身为王子的时候 他那三根 身后的他 并不因此 担任在 无欲之乐 反而在 听到佛陀的 开示之后 便发心礼俗 俗叫来修行 这个故事呢 记录在 真一阿含经里面 今日新语 分享 阿尼罗尊者 罗汉的故事之词 也感恩大众 布施 慈悲 与欢喜 阿弥陀佛